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22吨的隐身无人运输机 也可以说叫轰炸机 突然亮相的央视 这个遭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 实际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的轰二零 可能并不是像美国人想象的 就是跟B21一样 可能中国有更先进的 咱们现在亮出来的肯定不是最先进的 结二零月二零就差轰二零了 美军的B21应该是在25年26年要服役 轰二零现在看不得不出山了 隐身技术现在看 中国的实力到底什么样 实际美国人现在是没有数 央视七套播的一个节目 他们看到了一个类似于B2隐身轰炸机的 一个无人运输机 这种隐身的启动布局 实际是未来一个运输机的发展方向 但是美国人在无人运输机方向 不是无人运输机 就是这种非意识布局的运输机方向上 一直没有接受 它是由波音落马搞了一个友人的 但是很显然这个失败了 那他突然间发现中国搞成了 就了解这家公司是个民营公司 其实就不是中国最先进的 肯定中国有更先进的 但是民营公司都搞成了 非意识布局是就是隐身运输机 其实你运输机改成轰炸机 侦察机都是很正常 这是央视报道的一个组织外军学员 参观中国国产无人机的活动 除了这一架被证实叫飞龙2 无人运输机以外 还有四个 还有小型的四轴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 根据现场报道说 这个四轴无人机都是真的 那大概率这个就是实际了 它不是样品 现场来看都是实真机 绝不是模型 飞龙2肯定是真家伙 那么四年半以前 其实出现过这个飞龙2 当时是以模型 制造商叫做中天隐控科技公司 四年就出现了真机了 可以说是一个隐身轰炸机的一个 我觉得这么一个民营产品 未来是不是能出口 它能曝光 其实就证明它不是最先进的 19年9月 当时西安取江国际汇染中心 举办一个军民装备技术成果展 飞龙2当时是样机 它公开的展台上面写的内容叫做 大范围多任务 高压因素的无人运载平台 就这么个标题 飞龙2当时是展板介绍说 最大起飞重量是22吨 运输载荷6吨 双发设计最大 时速是900公里每小时 大约就是0.73马赫 实际升线能到1.5万米 最大航程7000公里 一个民用公司 搞一个7000公里航程的隐身运输机 你说民用飞机搞什么隐身呢 你要运毒品还是救火 这明显就是军用的 可以告诉一下 这就是军用的 当时飞龙2一同亮相 还有飞龙71超音速运载平台 包括XF-XY-280隐身无人机 腾音工程的空天飞机模型也出来了 外形是非布局的 就是只有飞龙2 21年下线首架原型机 飞龙2 是非改进都没有报 看来很神秘 央视 这家叫中天隐空 是高科技军民两用的上市公司 在商业还是其他方面 确实有保密需要 所以就没报到 飞龙2还有其他隐身的飞行器 它是手里还有其他的 据说也是非常神秘 没有报 不过这几年 它能把飞龙2 现在给外军展示 实际就是不是最先进的 18年展出模型 是一种一身融合 飞布局 与常规布局的结合的 一个其中外形 机身前部是比较圆滑的流线 前两个S型的进气道 布置在机头房间 猜测就是打算是 用机鼻来遮挡 能够 来阻挡这个进气道的雷达波 由这个机鼻 跟美军的边儿 最大不同就是机身后部 飞龙2 它是有一对倾斜角度很大的一个后掠垂尾 B2是没有垂尾的 与波音落马的那些隐身运输机 是一样的 都带垂尾的 另外呢 机翼尾部 机翼的部分呢 它后掠翼是四片 然后呢 机身后部 也有各两片 多面 猜测应该是为了 弥补这个飞翼 气动 带来的一些机动性下降 为了增强飞控 它装了这个堕面 央视七套当时公布的画面 飞龙2现在时机是V型垂尾 没了 现在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图片 央视公布的垂尾没了 四年前还有垂尾 现在是垂尾没了 这就是保持着它隐身能力了 大概率是取消了 取消了就证明它跟B2是一样的 隐身 包括机身融合 更像是一个B2了 角度问题 它看不到后边那个堕面 到底有没有多面 猜测呢 起床价不算粗啊 所以这一架验证机的最大体壁重量 最大载荷 可能是接近于那个X7B 都是无人的 飞翼布局优点 当然启动效率高嘛 而且设计上有这一定的隐身性 缺点就是飞行的操控难度非常高 你看那B2 它就没法超运速巡航 因为难度太大 比如说你F117 对吧 当时这个飞行员说呢 它的速度和高度 有一定的要求的 实际就是跟飞那个U2一样 就是高度和速度必须要掌控 太高太快都不行 那就是它没有可操控性 对吧 但这个F117飞行员 必须小心翼驾驶 随时注意高度 包括速度 风向 风速 这些因素 实际你要想想啊 它如果是在这个 南斯拉夫那个内战里边 如果它不是成功完成一次任务 不是被这个 被击落了 很多人其实没有发现 它其实这个东西 有大bug 就是它可能自己当时失速了 失速之后 有可能就是被这个导弹攻击的时候 它要避逃离嘛 那个有可能变成失速了 所以很多美军就后来就把他给直接 直接淘汰了 可能就是很多飞行员 就没法操作 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没法跑 飞龙这一开始设置一个大角度后裂 吹尾 就是证明他当时没有解决飞控问题嘛 他是要通过加装隐身不利的一个垂尾 来增加 对这个飞行员对他的这个飞控能力 当然就增加了他控制力 那就机动性能增加了 那这次展示的真家伙里没有垂尾 就说明他应该解决飞控问题了 那就说明我们的花20肯定是没有 这种问题的 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连民营都搞定了 通过换装高功率的 大的涡扇发动机或者是 一些其他方法 比如软件 可能就解决了取消水位 实际一切都是在于强化隐身 想想一个运输机隐身 飞7000公里 你往哪晕呢 其实不是运输机 加油机 咱们可以列成加油机 未来可能一种无人的加油机 加来一个关键问题 这是普通运输机为什么还要强调隐身呢 平时你用货 你干嘛隐身呢 货根本不强调隐身 你戴上巡洋导弹是不是就隐身 效果一出来 它就是占了一手武器 精确制导弹药 这个咱们之前介绍过 为什么花20 一定 B21出来以后 从中国花20一调加速了 就是这些导链 咱们讲过 菲律宾的日本的这些导链 实际最适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隐身的 战略轰炸机 别管有人还无人的 我们这款飞龙二实际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算过吧 就是你网上扔1万 1万吨的弹药 你得1万枚导弹 那个难度大了 但是我没有隐身战机 我们可以往返 我们带那个弹又便宜 我们这个 非效比喻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隐身战机 实际是 打这些 实际它不分部署部署 就是实际就增加你的打击目标数量了 那我们应对的就是可能是 原来打5000现在变成打1万目标了 打1万目标我怎么办呢 我用隐身的 轰炸机 来带弹 直接 俄军现在搞的这个就是这样 航弹效果非常好 所以说等于是我们现在强调隐身性是没毛病的 这样的话直接突进去 直接扔弹 我们现在基本上把精力全用在隐身上 那时候未来我们的轰-20 隐身能力 绝对是很强的 目前主流的技术发展脉络看的隐身能力确实刚需 美军的B2 现在只剩10有架 其实它也是以这个隐身著称的 它的隐身就 就让它有战略意义了 与上讲的中国空军也是必须要有 这一款的隐身的轰炸机 除了B2以外 中国还有比美国 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是 无人 我们现在选择是无人化 理论讲 明确了作战半径载核指标 之后 隐身的无人机其实能够以更小的起飞重量和尺寸来实现 没有飞行员 把飞行员这个要素 淘汰掉之后 它的尺寸更小 这样的话 我们的时机 无人机的使用 其实灵活性更大 就我们隐身性 直接 对吧 我们本身机比就小 你看那个飞龙2这样的无人机 虽然是 最大起飞重量只有22吨 但它载荷能达到6吨 航程是7000公里 你可以算一下不就到关岛吗 起飞重量加上 再放宽一些 如果 真正 以后造一个更大的50吨的 50吨的我们现在理论上那就是14吨的弹药 就是飞龙2的大号板 那就是 理论上可以造一个14吨的载弹量 14吨的载弹量 咱们说 我实价 跑个两三个来回 是吧 可以想想这种一导链 基本上是一天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 以前你得什么 你得拿弹道导链去打呀 那个挺好费 而且航程呢 如果要是达到50吨的话 我载油量 是吧 又增加 那这时候我就轻松可以达到12000公里 就说我们的霍20 霍20没做到事 其实我们的无人的飞龙 50吨的飞龙也可以做 这个指标是超过B21的 一半2000公里 最大起飞重量呢 咱们不知道是有多少 但是现在看 民用的公司研制的就已经达到6吨了 现在给你展示的 所以说我们发展战略轰炸机 我们不一定要有人的 我们可以有人的无人的结合 对吧 但我觉得中国是有有人的这个 华20的 当然这个飞机呢 一定是非常神秘的 只有最关键是个材料 核打击呢 如果核打击平台 我觉得就不可能用无人的了 核打击平台肯定是要用有人的 也可以用无人的和有人配合嘛 前面无人的和后面有人的配合 都是隐身嘛 其实就是和尚姐妹 这个美国人就麻烦了 他怎么判断这下来的隐身战机 是有人的还是无人的 他有人的装核弹 无人的装常规大战 你怎么判断这个飞机 到底是有人的 无人的 而且人家是隐身的 来到你这 你的发现 可能已经完了 这时候 到你家门口美国 比如说 我的 轰-20带着 飞龙2 就抵达了 洛杉矶外海 比如说1000公里了 已经到发射 发射距离了 你美国怎么办 赶快给习近平打电话吧 你什么条件 赶快我全同意 只有这样 我们的战略轰炸机只要去 洛杉矶外海 那基本上 美国人所有条件都得 同意 因为他不能判断这个是常规的 还是核武器的 那就是 一切都得按照核武器的 来准备了 我觉得 美国人的B21 可能 他说他也有隐身的 有无人的 也有载人的 但是 基本上全是那一个尺寸 实际咱们可以 理解成什么 他现在主要的发展的就是一种大型的 有人的 而我们现在主要发展的是无人的 说明什么 说明的我们的AI控制技术 可能要领先美国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